我們現在來到樹林 要測試一下智能跟隨 這裡有很多樹 就先試一下智能秘章 向著人撞過去看行不行 它就自動避開了 再試一次,直接飛過去行不行 它又是自己側邊避開了 樹又避開了 接著是Spotlight 飛機不會跟著人的 只不過鏡頭會跟著人移動 接著用Active Track 就是Trace 向前向後 飛機會避開所有障礙物 由於沒有旁邊的飛障 所以就不用Pair 除非你在一些比較廣闊的空間 就不怕側飛會撞到東西 好,這次再試一次 好了,我們向前走 繞過這棵樹 我現在暫時是慢慢走 它是沒問題的 它已經detect到一些東西了 OK,跑到樹枝上 沒事 這個位置呢,嘩,很危險 嘩,頂到喔,過了喔 挺智能的 OK,跑快點 OK 嘩,它穿過去 樹枕避開 繼續,跑快點 好,轉個彎 再向前跑 跑快點,嘩,這個樹枝 OK,過了,沒問題 繼續,跑快點 OK,穿過去 跑大快點 快點快點 嘩,沒問題 左穿右插 這個位置 OK 我就怕它會困到小小樹枝 似乎它好像是detect到的 嘩 怎麼走它都追到 沒問題 嘩,厲害 OK 來到這裡 都沒問題 好了,停一停 那你向前呢 它就慢慢會退後 靠後面的避障 OK 都算不錯 好 好,那今次嘗試一下追個單車 嘩 OK,出發 開始 那這裡慢慢向斜 OK 來個轉彎 沒有問題的 它都跟著轉彎的 那,跟著這裡有很多樹枝的了 OK 暫時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那這裡有一點點彎 嘩 它這樣穿插 嘩,左閃右避 嘩,好吵煙 嘩 這樣穿出來 OK,繼續跟著,沒問題 OK,下車 過橋 OK,出回到這裡 它全程都跟著,沒問題 那來到這裡住宅區 那呢 那 有些小路都有些車的 那所以呢,我就把 高度 調高一點 那以防呢 會跟著 車 撞到它 那 那 現在高度呢 雖然是-6米 但是呢 其實它的高度應該是頭頂幾米以上 的 最少都有 兩層樓啦 兩層半啦 那應該都有三米的了 三四米以上的 那 來個轉彎 低電警告要自動回航 低電警告要自動回航 那 Cancel 現在只剩下19%的電 那 今次的測試 智能跟隨 Spotlight 還有備障功能 都OK的 感覺都滿意的 那 唯一不願意的呢 就是用這個 RC Screen Record 那感覺上現在這個 Screen Record 的Quality呢 就比較差 只有720x480 那 感覺上好像 用電話來Record 可能更漂亮 好的 那 到了這裏 就 低電警告了 那 差不多 完了 多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下旁邊的小鈴鐺